为了对付中国 美国海军打起了从日韩采购常规潜艇的主意 大家好 我是施涛 最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动向 那就是为了更好的对付太平洋西岸的中国 美国开始考虑从日韩采购常规潜艇 大家都知道 自从上世纪60年代之后 美国海军就把自己手里的所有的常规潜艇通通退役 换成了清一色的核潜艇 那么这些核潜艇具有优秀的大洋的性能 高超的作战能力 可以说是世界整个潜艇部队中最先进的一支力量 但是这样的一支先进的潜艇部队 让美国海军现在也觉得难以为继 一方面核潜艇在部署之后需要大量的维护工作 更何况定期还需要对包括反应堆在内的核心装备进行更换 关于维护 维护的成本很高 时间很漫长 整个维护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二一个 而偏偏现在美国的能维护核潜艇的船务是排期满满 之前在中国南海撞山的这个康涅狄格号核潜艇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开始一个真正的维修作业 可见目前美国对核潜艇的维护能力是已经降到了谷底 另一方面 新的核潜艇也出现了制造缓慢的这个局面 以美国目前核潜艇的制造能力最多两年能够造三艘左右的核潜艇 那么既要替换弹道导弹核潜艇 还要替换攻击型核潜艇 本身对美军潜艇部队的更新就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数 更何况现在整个美国潜艇 无论是从新建到维护 这个等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想要再新加订单也不现实 而想要这些船厂扩建更是耗时耗力耗资 那么美国海军现在显然对自己的核潜艇战力的扩大 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美国海军就希望能在自己的核潜艇部队之外 重新建立一支有效的常规潜艇的这么一个力量 来补充这个作战能力的不足 自然在自己没有办法建造的情况下 美国海军就把眼光投向了其他的盟国 这其中就以目前造船能力的日韩为代表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日本和韩国目前都有自己建造常规潜艇的这个能力 而且日本建造的常规潜艇这个性能上还是不错的 不过这就要看美国海军有没有胆量能不能放下面子 来一方面放弃自己全核部队的这么一个布置 二方面要把这个订单给到日本和韩国 毕竟日本和韩国虽然在技术上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在一些关键的系统上 以及未来的一些作战系统的配合上 可能还是有一些顾虑 就比如说韩国造的潜艇目前还需要大量 德国原厂的部件 甚至韩国自己造的潜艇出现了故障 还需要把整个子系统拆下来送回德国原厂维修 对美国来说 那这样的常规潜艇与其说是这个力量的加成 不如说是更多的负担 另外就是如果美国海军真的想要用日韩建造的潜艇 面子挂不住还是个小问题 能不能通过美国国会的审查 这又是一大变数 一方面美国国会的这些议员们 自然要为自己的州争取所谓的就业机会 那么自然不会看到美国海军潜艇的大蛋糕 流落到别的州 更不要说是流落到日韩去 那么必然会大量的杯葛美国海军的这个决议 而二方面美国海军自己也会担心 一旦常规潜艇显示出了和潜艇不相上下的 这么一个作战能力 那么未来美国海军还能不能维持住 他们的整个全核舰队 那就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这么一个问题 从目前的观点来看 美国海军想要通过日韩的常规潜艇 来补充自己的潜艇战力 恐怕想法很好 问题还是很多的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办法 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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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